这个女孩今天第一次拜访男友家 却发现男友一家热情地过了头 居然随手就献祭了一个孩子 做成晚餐招待她 小美看着桌上的茶水难以下咽 大壮一脸喜滋滋地喝下 大壮妈笑得满脸褶皱 让她多顾着一下小美 小美干干一笑 说到羡慕大壮家兄弟姐妹多 提及这个大壮妈一脸得意的样子 大壮也引以为傲 孩子们都热络地贴近了小美 让她一阵不自在 终于大壮爸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僵局 她拿着一袋子肉回到家 看到小美还凑近打量了一下 然后随手把肉丢到桌上 表示自己为了小美特意弄来了好东西 让她一定要留下来吃饭 这一大家子带来的压迫感太强 小美只能同意下来 大壮妈很快就开始做菜 大壮爸则跟小美唠起了颗来 还问小美是不是高材生 小美谦虚地表示 学历高也没有你厉害 能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 结果大壮爸就开始得意地 吹嘘起了自己 表示小孩初中就应该开始打工 读书有什么用 还不是废物一个 小美脸色瞬间一僵 感觉自己被内涵到了 这时 一个小屁孩 居然打算吃蛋白质 大壮爸瞬间发起脾气来 责怪他吃毒食 小美大为不解 没想到大壮爸下一秒 笑嘻嘻地牵着孩子出去玩了 晚上饭桌上多了一锅排骨汤 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小嘴巴巴唧唧唧的 小美却毫无胃口 只是打量着四周 发现下午那个孩子不见了 他忍不住开口问了一句 大壮爸也毫不避讳 小美猛了 贱苗是啥呀 大壮爸回答说 就像种菜一个道理 不好的孩子就毁掉再生一个 否则哪有肉吃呢